《樱桃小丸子》作者53岁入癌试试过了非常幸福的日子 日本人气漫画《樱桃小丸子》原作者樱桃子于2018年8月15日晚上8时29分阴入癌过世,享年53。 他生前透露,对于能够绘画出一部让大家能乐在其中的作品,表示非常感恩。 由樱桃子家族经营的Sikira Production今天透过官方部落格宣布他过世的消息,除了感谢粉丝长年以来的支持,也对他生前深守照顾的业界人士表达感谢。 樱桃子于1984年以漫画家身份出道,他以自己少女时代作为故事雏形推出的漫画《樱桃小丸子》更是成为他的畅销代表作。 该漫画自1990年改编成电视卡通播出至今深守动漫《你喜爱》后来也数度搬上荧幕,他也曾表示能画出一部让大家乐在其中的作品。 觉得非常感恩。 樱桃子在出道30周年时曾表示这30年来,虽然有许多美好和艰辛的事情,但我仍以身为漫画作家度过了非常幸福的日子。 光是感谢也不足表达出我的心情。 他可以低调未公开自己生病的消息之前仍不定期更新部落格,上月2日他已正在看世足赛,未提po文也成为他生前最后一次的留言。 基于家人的考虑和他本人的意愿,樱桃子的丧礼已于日前举行与他多年合作的基因社,出版社,今天也在官方推特对樱桃子过世表达悼念之意,并感谢他生前对日本漫画界的贡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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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面查 kita quand Security 37 Joker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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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转发 打赏 Só岩 тан个船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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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